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 制定函数有回传值跟没有回传值 一般的话,像VBA里面的SUB SUB就是所谓没有回传值 反正你跑完结果 不用回传告诉我 反正我看到就OK了 这个叫没有回传值 有回传值有点像Function Function就是它处理完之后 Return一个值给你 Return什么值? Return就是是值数还是不是值数的值 让我直接print出来就好了 所以有些东西可以在Function里面完成 通常会用到的大部分都是 很多城市会互相共用的地方 如果互相共用 你这边写那边写都写一样的东西 其实对城市来说的话 很多地方太多余了 而且很容易维护 也会需要维护很多个地方 所以通常会把它写成 一个所谓的制定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无回传值 什么叫没有回传值的一个制定函数 首先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的主城市 我不需要处理这些问题 我不需要去处理 是否为值数的部分 我只要处理一个东西 处理让使用者输入 输入完之后 下一行的话 我就呼叫制定函数 它就自动帮我print出是否为值数就好了 所以特别是第一个 那我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要如何制定一个 在python里面如何制定函数 首先跟各位讲一下 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要制定函数的话 一定要写在城市的最上面 你不能像vba 它可以写在城市的下面 上面都可以 不行 在python一定要写在最上面 写的方法 特别是它的开头一定要def 所以特别是它有个关键字叫def 这def到底什么意思 也许叫define 定义 也许叫定义 我要定义一个什么呢 制定函数的名称 所以你给它一个名称叫test 我也许 想不出名称 也许你要test 假设了 我就建了一个制定函数叫test 刮斧 刮斧的话 后面大部分都会跟使用者要资料 当然你这边也可以空下也不空 那我们基本上假如他写一个 他要给我一个资料 在test里面我先放一个prong 这个名称可以跟这边一样 也可以跟这边不一样 我马用一样 这样比较方便 我丢过来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就建了一个制定函数 然后传过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 底下就是我要执行的部分 那我要执行什么呢 基本上我就把底下 第五行到第十行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个下面 意思说原本我本来是在这个城市下方被执行地方 那因为这些城市如果将来很多地方都会共用到 那我就先定义一个叫做test的一个制定行 把底下的城市脱拉到这个城市底下 不过特别注意 你拖拉过来之后呢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因为这个制定函数已经是本身是最上层一阶了 那你底下执行的话 有点像那个if跟for下一阶的话 记得按什么 按tape 一定要在这个define的下一阶 OK才会是正确 那再来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呼叫他的时候 那他就帮我直接执行完 执行完里面的话是直数不是直数 那都直接在这边去做处理 那我只需要做的是说 所以特别重要 这目前是两段 这个是主城市在下面 这个是制定函数在上面 那我要怎么呼叫他 非常简单 第一行就是请使用者输入一个词 第二行的话就是我要去呼叫他 那怎么呼叫呢 特别是打一个他的名称 他叫Texter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就找到Texter 而且他刮呼里面也会跟你讲说 里面要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传值 传什么呢 刚好名称我是取一样 就是把使用者输入的值 假设使用者输入53 那因为转型之后 转过来 本来双引号了 就把他R&T去掉了 OK 然后就把53放在这里 prong prong的话呢 带过来之后的话 把53怎么样 把它传到哪里 传到上面来 因为这prong53 OK 不过跟各位讲哦 这个名称哦 跟上面的名称可以取不一样哦 你可以这边叫prong 这边可以叫另外的名称叫P也可以 只是说这边叫P的话 下面这两个都要改成P啦 也就一致性 OK 好 那传给他之后的话呢 其他的意思是说 那我就接棒给你的 其他我就不管了 你也不用告诉我 你也不用return告诉我 反正呢 最后执行都在你那边了 也就是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所以有点像什么 我就负责我这边组城市了 至于其他我就不是我的事情 特别注意哦 这个有点像把一个城市分成两部分 那什么时候用到 特别就是说 那有些城市 会需要分割开来 来处理会比较简单一点 类似这样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分割 好 执行一下 所以执行的话 特别主要他一定是从 这个下面被先执行 那我就输入完 OK 试一下 不过得到的结果应该也会是一样 比如53 那53过来 他就丢给他 他就帮我在这边判断是否为直数 Enter 是直数 所以你会发现 结果也不一样 结果跟刚刚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我把城市 写成所谓的 这个自定函数没有回传值 55 Enter 不是直数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顺便讲一下 那什么叫有回传值 所谓的没有回传值 那个什么有些单位的长官 有没有 他后面只有幕僚 其实很多东西都幕僚写的 他只是照稿链而已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有回传 你回传给我告诉我结果就好了 那比较像是那个VBA里面的Function 那这个有点像VBA的SARP VBA的SARP就这样 就是你执行完了 你就不用告诉我 那接下来呢 如何 来撰写所谓的有回传值 OK 这个是无回传值 有回传值 接下来一样 写的方法跟刚刚一样 一定要写在最上面 DF 然后一样是TEST 刮符 这里面的话 一样我给他一个PRO 写法跟刚刚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拖拉过来 按个TAP键 都一模一样 OK 哪里不一样呢 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你不能自己宣布 你不能自己把结果输出 而是要我来输出 所以你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刚刚是直接print 可是print 你不能直接由你print 是由我print 所以这边的话变成由我print 也就是说 我的主程式输入完之后 不是你这边print 而是我这边 但是问题 你处理完之后 你怎么告诉我是不是违值数 所以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来了 请你把print 小刮符 改成一个关键字叫return return OK 其实你打一个RE 那个return就出来了 return什么呢 前后不用小刮符 所以return 不是直数 另外一个print的话是 把它改成什么 return 是直数 后面一样没有后刮符 意思是说 你不能直接print 如果说你要回传到我print的话 就前面加一个return就可以了 return一个字串给我 但是问题我怎么去接呢 很简单 我就去呼叫你 test 然后一样怎么样 我把prong给你 那将来的话 你就会把结果return return给我 比如说你return这个 我呼叫给你 比如说我输入53 然后我就给你了 给你53 那53的话 假设四值数的话 他return四值数 所以最后的话 就把四值数 return给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里面就放什么 四值数的一个字串 那刚好print后面就直接把四值数给print出来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有回传值的一种 置定函数的写法 应该可以看同这一字吧 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刚刚跟各位讲 正照考试第五类 就是考你这个 你会不会撰写 有无回传值的一些置定函数写法 OK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里写完之后 那再去 应该可以懂 return 所以关键是就return 执行一下 那比如说55 输入了嘛 对不对 然后到这边他就把55丢上去 丢上去之后的话 55有被整除了 所以他就return那个不是值数的东西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这函数里面就放什么 放不是值数的结果 所以函数本身 也可以有点像 拿来当变数一样用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他这个函数也可以拿来放一个字串在里面 所以这个函数最终好像也有点像变成一个 类似一个变数的那个味道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把enter给各位看一下 他里蹭过来不是值数 然后他print enter一下 有没有 他就print出来不是值数了 结果也不一样 其实结果也会跟刚刚一模一样 53 有没有 所以两段 一个是没有回传值 写成直接print 有回传值 写成return OK 差别就是printer 你就要自己再加一个printer 那无回传值就直接呼叫他就好了 那这两段程式如果你担心会写错 其实在云端上我有放 所以你会发现在有无回传值 在这里 字临函数 请各位参考一下第15页 这个是无回传值的写法 这个是有回传值的写法 另外VBA我也有写吧 所以如果你对VBA的程式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改写 写法都差不多 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百分比 改成叫做MOD 然后等于等于 在VBA只有一个等于 其他好像都大同小异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不妨可以把判断值数 改写成VBA 画面先划给各位一下 制定函数没有回传值 比较简单 有回传值 多一个return 至于哪一种制定函数 比较好用 不过当然这个就要根据你实际上 工作需求而定 通常如果是分开两个人写 有的人是专门写什么 写方权的 通常还是都会有return 把结果return给你就好了 所以有些动作你就不用去处理 反正你就是 我知道 扑架他就好了 比如说身份证字号是否正确 我就丢一个身份证号给他 他return告诉我是否正确 我根本不需要去了解说身份证他要怎么判断 类似像这样 他return给我就好了 所以这种的城市撰写通常会是分工的 有人就专门写要判断什么什么 有的人就专门去写主城市要怎么run 所以有的时候就互相分工合作 才有办法把一个案子给写出来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